要问我在马来西亚都看到了什么稀有的观赏鱼 那我一定要从金龙鱼说起 首先就是这些拥有30至35岁高龄的老辈金龙鱼 当地渔场称它们为金龙鱼的老祖宗 说不定你家鱼缸里讲的金龙鱼就是它们爱的结晶 直到目前它们依然还有很多孩子在陪遗期中等待起飞 要不了多久就会和它们的哥哥姐姐一样 变成十多公分的小金龙 很难想象30多岁的金龙鱼应该已是垂暮之年 它们是怎么做到的 同时我还发现一缸缺少塞钙的银龙鱼 几乎每条鱼都少了半长脸 感觉像是基因突变 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 从而导致它们的身价只有30码币 不过很多基因发生变异的鱼 由于数量稀少 价格让很多鱼有望尘莫及 比如这条熊猫白子金龙 由于长了一对黑色的眼睛 故此得迷 再加上身体粉嫩且附着着一层金粉 所以数量极为稀少 上万条龙鱼中也很难碰到一条 还有这种红眼白子过背金龙 每一条都是妥妥的小金条 如果再像这条鱼 鳞片上出现类似于巧克力的斑点 据鱼场老板透露 说是可以置换一辆入门款的BBA 就在我们参观鱼场期间 正好有一条白子过背金龙 繁殖出了24条小鱼 看着这位哥们拿着久久不肯松手的样子 大家应该能够猜到一样了 品种稀有的龙鱼 身价高也就算了 但是这一位长成这样 也搞出一副我买不起的样子 这是咋想的 临走的时候我给它取了一个名字 叫做闭口不谈 本来以为它是我这次 在国外看到最有意思的鱼了 没想到在我们离开马来西亚 落地新加坡之后 在新加坡的水竹斩上 发现了一条更有意思的 下期视频咱们想聊 我在新加坡水竹斩上看到的西游观赏鱼